移动是街头艺术红球计划 5号快闪台南新化 没想到在施放时发生了意外 原来主办单位是想将红球塞进两栋建筑物间 一个不小心勾到阴架球体当场漏风泄气 三名工作人员爬上阴架 就是要把泄了气的球给拿下来 并且也在现场经济抢修 就是要让远道而来的民众能亲眼目睹红球风采 因为看到球会觉得有点可惜 有 因为我们是第一次来看 适逢台南古都建成400年 美国艺术家带着直径长4.5公尺 重122公斤的红球来到南台湾古城实施红球计划 希望能看到白年古城跟现代艺术擦出激烈火花 没想到施放不胜被赢架给勾破 艺术家其实是为了怕这个整个的支撑的力量太大 所以他在下面在冲击的过程放了一个音架 希望大概在最晚在三点的时候 能够让红球继续的演出 其实红球破掉并不是第一次 过去在美国展出时就曾经发生过类似意外 幸好在地艺员找来老师傅帮忙伸出援手 帮国外艺术家重新修补 红球可以再重启上架 也让台南的红球打卡热潮可以延续下去 金新闻红瑞李黄玉轩采访报道